政經 政經關不了關不了政經 論文門在英國越來越接近破案的邊緣 現在在英國的行政法院至少有三個案子在三件齊發當中 而且目前所有的證據顯示 英國的行政法院應該是越來越接受 我們這邊調查團體包括Michael Richardson 包括另外兩位神秘人物的 這個在Tribunal Court行政法庭的一些詢問 因為現在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英國倫敦大學所撒的謊呢 已經被一個一個拆穿 最近呢就是要感謝這個施威權 因為他的案子使得這個 林環牆教授向FOIA去詢問 所謂的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根據這個法案向英國倫敦大學詢問 那到底施威權這個號稱是英國倫敦大學 Burbak College 畢業的法學博士 他的口試委員是誰 結果英國倫敦大學絲毫沒有任何的猶豫 毫無懸念的公佈了施威權的外部口試委員 跟內部口試委員 而意外的扯出了案外案 就是說施威權的外部口試委員 似乎怪怪的 怎麼可以是台灣大學城鄉所的教授 又是他的曾經的碩士的指導教授 這點沒有利益迴避嗎 所以這個案子呢衍生出來的案外案 目前倫敦大學也正在徹查當中 但是我們看到施威權在臉書上面所答辨的東西 那真是答非所問 我們問他說 你這個有沒有self disclosure 就是說你自己有沒有自我揭露 你跟下注酒的這層關係呢 他們有回答 東閃西躲 那就跟蔡同學論文們一樣嘛 核心的問題他不敢回答 問他這些關鍵的 你的口試委員是誰 蔡同學就扯東扯西 一會扯這個一會扯那個 一會扯說有兩個 一會扯說可能會有第三個 就是不敢正面對決 好今天呢 有一個蔡同學的英國倫敦大學的學弟 看不下去啦 又跳出來了 繼童宗彥之後又有人跳出來了 不過童宗彥因為看不下去 揭露蔡同學的學位扎棋 那就去坐牢啦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相信 很多支持包括童宗彥在內的 包括韓玉平將軍在內 這些受司法迫害 拿著基毛當另見在執法的 這些司法惡官 那很多人還是對於司法改革 持續的關注 所以當我們這個惡官這本書出書之後 我相信會有更多人 有興趣而且有熱情 投入司法改革揪出這些 藏在司法界各個角落各式各樣的惡官 好今天呢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一支影片 這是應該是代表國民黨要參選 大安文山的市議員高揚凱 他說呢他做了一個影片 他說他快受不了了 因為越來越多人問他說 欸倫敦大學是不是野基大學 因為高揚凱就是倫敦大學的碩士 他氣不過了 所以他做了這一個影片 一次來解決大家所有的問題 來我們看看他怎麼說的 倫敦大學是不是很好買學歷 他是不是什麼野基大學 很簡單就可以把這學歷拿過來 即使你是春季班在那個時候畢業 時間也不太對 正常人哪有可能說我為了回台灣 我放棄考試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關心你的時事 最細心分析正事 我是高揚凱 歡迎收看議員高什麼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說 蔡總統這一個學歷的問題 我知道他其實已經延燒了很久了 弄到到時候身邊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問說 倫敦大學是不是很好買學歷 他是不是什麼野基大學 很簡單就可以把這學歷拿過來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正好我也是倫敦大學畢業了 我就告訴大家說 倫敦大學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學校 很多人都不知道 倫敦大學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學校 其實倫敦大學不是學校 它是一個機構 最早最早之前是在1836年左右的時候 當時是由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 以及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他們這兩所學院 同一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做了一個機構叫做倫敦大學 截至到目前為止 現在擁有了17所現役的成員 它各有17個不同的學校 但是有人就問說 欸17所不一樣的學校 還叫倫敦大學嗎 因為倫敦大學 它是一個頒發證書的機構 所以它的成員裡面的話 各自有所不同 有一些喔 它的自主權比較高 像LSE或倫敦大學國王學院 他們自主權比較高 有一些會被允許說 你喜歡的話 那你可以說 我不要去駐上倫敦大學的名稱 我就只要用我的學院名稱就好 因為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會有一些人認錯 你說你是倫敦大學 但是你上面可能就只是 UCL 就是倫敦大學大學學院這樣子 為什麼你只有這樣的名稱 但是因為每一個學院自主性不同 英國分三個學期嘛對不對 英國分三個學期的情況之下 就代表說我第一個學期 12個月 大概到12月聖誕節之前 第二個學期的話大概到4月 你後面在一個5月6月 這一段時間在英國 總而言之它就是拿來考試的時間 我記得沒有錯 蔡總統在那個時候有回來台灣 正常人哪有可能說 我為了回台灣 我放棄考試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即使你是春季班在那個時候畢業 時間也不太對 這一個 是我倫敦大學的畢業證書 它裡面的話有清楚寫到說 這個是我的畢業的學院 倫敦大學Queen Mary 它這個學院裡面的話 它的一個簽署 另外一個的話 是倫敦大學裡面 它這個機構 它裡面的話也有簽署到 這兩個會在一起 它後面的話你讀的是什麼科系 它都寫得清清楚楚 這個用中文來講 叫學年成績單 它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於說 它除了學生的名字 你開始的課程的時間 這些全部清楚寫在上面之外 你修了哪一些科系 以及最重要的是 你這個課程到底有沒有通過 其實實際上它都寫得一清二楚 最重要的是 這兩份是一起的 倫敦大學的網站裡面 有特別寫清楚 這兩份是一起的 如果說真的有疑問 那就把這兩份拿出來做對照 這樣其實就很明顯 只有這一份有人說有疑問 那把這一份也拿出來就好啦 這不會有事情了啦 倫敦大學我當年要進去的時候 因為我之前讀的是歷史系 那我後來要去申請說 我要讀它的管理與組織革新相關的學系 倫敦大學就說了 我看到你的資料了 但是你之前讀的是歷史 我就不確定說你商科到底行不行 所以我要求你說你先讀一年的Premaster 就是碩士裕班 碩士裕班全部讀完了之後 我看你的成績 我要知道這一些分數究竟如何 我才能決定你能不能來讀我的碩士班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才進去的 而且另外一點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這樣子 我們在當時倫敦大學在繳交論文的時候 它有一套非常嚴謹的資格 當年要繳交進去 有兩本的紙本論文 照它格式應應完成之後 送到學校去 但是在前一天晚上 你要把你的電子檔 整體全部傳到學校系統裡面 繳交完成之後 你才可以確定說 你把這個份交完 它為什麼要電子檔 因為電子檔交出去 英國的系統裡面 它會先查說你的quotation 意思就是說你的註角 有些人會把別人的論文剪過來 然後合成一個拼湊的論文 但是英國的系統會查說 你這個東西是不是偷用別人的 如果你的註角沒有加 你的字數超過你整個論文的5%還10% 代表說其他剩下的至少90% 要是你自己本身寫出來的東西 如果你在這一關不過 你根本連省的資格都沒有 倫敦大學的論文系統其實相當的嚴謹 它沒有像一般人一樣覺得說 你出國留學生讀書你就可以到處去玩 沒有 我們那一段時間我大概 那個時候我們平常都寫到凌晨3點 寫完了之後再去睡覺 隔天早上7點左右起床 要嘛去上課 要嘛起床繼續再想說 我接下來到底要寫些什麼東西 一個學期12個禮拜 每一個學期有各自的工作要做 例如說你的回家功課 管論文各科的那些報告你要交 再來你又要考試又要上課又要分組 等到了5月6月考試之後 你又要準備那個大考 大概7顆8顆大考考完的時候 你又要去繳交論文 如果說你在最一開始就沒先準備那個論文 你後面根本繳不出來 所以我們是一年的時間 把所有東西全部擠在一年全部完成 不像其他學校 例如說美國大概是兩年甚至於三年這樣子 我們就是一年完成 其實壓力是蠻大的 我覺得其實有很多有名的人 都是從那邊出來的 例如說像甘地啊 還有拍蝙蝠俠的那個導演 還有莫文偉 其實都是倫敦大學系統出來的 倫敦大學系統底下的學校 大部分都還不錯 就是因為這個事情鬧得風風雨雨 就變了很多人問說 這倫敦大學是不是有問題 令我們倫敦大學系統畢業出來的人 是一個蠻頭痛的事情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點個讚 並且訂閱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要知道跟政治有相關的人 事物光明與黑暗 天堂與地獄等等之類相關的消息 麻煩在底下留言或傳訊息給我 我們下次見 好這裡面很明白的講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有高揚凱質疑說 這個頒發日期在三四月 這個畢業證書上的日期 他覺得怪怪的 他覺得這個時間不對 他認為這個時間不符合在英國的學制的時間 好不過沒關係 蔡同學會說那個時候有那個時候的做法 他踢爆的第二點 他說拿他自己的成績 拿他自己的這個畢業證書來看 必須會有兩個章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一個就是倫敦大學的這個簽章 另外一個是他的機構的簽章 比方說以高揚凱來講說他自己的這個畢業的學院上面 一定會有另外一個簽章 而且他還說 他說因為他大學念的是歷史 所以當他去英國倫敦大學的時候 他說那個 這個 這個英國倫敦大學審核的機構給了他一個碩士 預班 就是說給他一個 先修班的那樣子的一個要求 要他去修一些課 證明他有這個能力進到碩士班 所以他說今天英國倫敦大學的碩士是很嚴謹的 絕對不是大家想像的那個樣子 然後他再踢爆一件事情 他說今天除了他的畢業證書有兩個章之外 他說還有一個重要的文件 就是他的成績單 他說在英國倫敦大學的網站上也有說 他說如果你要證明你的學位是真的 你要拿出兩個文件來 第一個就是你的歷年的成績單 還有一個就是你的畢業證書 他說這拿出來就結了還有什麼好吵的 他說如果有人質疑你的畢業證書是假的 你把成績單一起附上 為什麼成績單重要呢 因為成績單是你走過的歷程 你不是憑空得道的學位 好我知道總統府發言人要說 那個時候有那個時候的做法 或者他們又要扯說 蔡同學蔡總統 因為直接念博士班 所以他們有成績單 錯了 蔡同學1980年的10月是進到MPhil MPhil是什麼呢 是Master of Philosophy 因為MPhil如果你成績表現不錯 經過考核transfer過了 你就可以進入博士班 所以MPhil是你進入博士班的一個先決條件 或者是一個他的這個Perequisite 就是他的一個一個預先的先決條件 因此不管你蔡同學在博士班有沒有修課 有沒有成績 你的MPhil的成績單一定是你的博士證書成績單中的記錄的一部分 那蔡同學拿不出來 高揚凱同樣是英國倫敦大學的畢業生 碩士畢業生 他就拿出來給大家看說 這就是我的碩士成績單 以及我的碩士畢業證書 那他說他真的很困擾 他說一天到晚被人家說 UOL到底有沒有問題 這學校到底是什麼什麼奇怪的學校 他說不如你把兩個東西拿出來 杜悠悠之口 不要在那邊講不清楚 三年都講不清楚 好我今天很樂意見到在台灣的 不管你是市議員或者是縣市長參選人 開始關心論文門 等到時間慢慢接近候選人推出的時候 我們會來一個一個指教台灣有心參加選舉的候選人 特別是我們會從高學歷的人開始問起 對於論文門這件事情請你們不要再迴避 不要再說我對這件事情沒有立場 或者我對這件事情不了解 我必須大膽的說 如果你對台灣這件事設公平正義的事 你都不敢出聲或者默不關心 你根本沒有資格從事台灣的公職 你根本就沒有能力來為人民服務 好所以呢像高安凱這樣子的一個願意出來參選的年輕人 先出來先把倫敦大學是什麼樣的學校先講清楚 把你個人的親身經驗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有意謀公職的人負責任的做法 這段廣告馬上回來 我們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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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tay till the end If you have no one while you repent It's like watching the sunrise High tide When no one by your side It's like you're at a movie Then you see a lover walking It's like the sunlight in my eyes Now that the apricorn is gone I hope I'll find someone I've walked this road There's not an end I'll serve this scene Found no one Found no one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 現在立法院呢 有一場答詢 就是檢查總長 刑太昭 他的任命 要經過立法院的一番洗禮 這本來就是一個民主政治必經的過程 因為今天代表國家任命一個檢查總長 如此一個位高權重的司法人員 必須經過民意的洗禮 所以在立法院呢就歷經了一些質詢啦 或者是一些檢驗 當然從民進黨的角度來看 那就是一片的放水 其實民進黨委員大可不必 你們今天所代表的是民意 不是黨意 你今天是民意代表 不是黨意代表 好 刑太昭在立法院碰上了金門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陳玉珍 那陳玉珍也是少數國民黨內 曾經關心過論文門 大概五個手指數得出來的議員之一 的委員之一 那我想接下來 九合一包括縣市長 包括越來越多的民意代表 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們宇宙政經學同學好好的發起一個運動 要你周邊的所有的選民 向這一次要站出來爭取民意代表 席次的這些候選人 一定要讓他們問清楚 他們對於論文門的立場 如果對於這個試涉台灣公平正義 這麼重要的一個關鍵事件 他們都選擇沉默 害怕 不表態 默不關心 那他們真的是沒有資格出來 競選這一次的民意代表 好 陳玉珍呢 在質詢邢太昭的時候 就簡單的一個問題 這個鞠票上面 應不應該在明 被傳喚的事項 不管你是什麼身份 或者是什麼事情 鞠票上面 是否應該在明身份 沒有在明身份 這樣的事情是否合法 我們來看看這個即將要上任的檢查總長 行太昭有多麼的滑頭 這麼簡單的問題 隨隨便便問一個法律系大一的學生 或者你用邏輯去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有一個傳票要傳你 卻沒有告訴你是基於什麼身份來被傳的 這個時候你要不要請律師陪同 你要不要想想看你這件事情要用什麼樣的策略來回答 你第三個甚至我要不要考慮要不要去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詐騙集團 如果你給我的傳票上面 你連我的身份都沒有在明 我怎麼知道你不是在釣魚 不是在呼嚨我 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 傳票上面 沒有在明這個被傳的人的這個 以什麼身份被傳 這樣子是否合法 這個即將上任的檢查總長 行太昭可以拐東拐西 說東說西弄個三分鐘不給答案 來我們來看看陳玉珍委員的這段質詢 彭文正律師張靜遭到聲揚 台灣陪審團協會痛批說這個是台灣危機 那這個案子 台中地方法院用程序理由 駁回東檢的生涯 那檢方認為檢方的那個傳票 沒有載明是用何種身份傳喚張靜 檢方既未訴明是以被告身份傳喚張靜 就無法認定居票合法符合法定程序 東檢則是說傳喚身份並非行訴法 民事的法定事項且警循時已經告知 既否定自己的傳票居票不符法定程序 你甚至質疑法院檢查 檢查那個東檢質疑法院有誤解刑訴法之餘 我想請問你一個法律問題 請問你認為居票是否應該明示傳喚身份 居票的部分 不是針對這個案子 而是法律問題 您有聽到嗎 這個很感謝委員的這個錘詢 這個台東地點署 處理這個張先生這個案件 這個個案我們本人事先並不知情 那現在目前他起訴系署在法院 我們也是從媒體看到的資料 那台東地點署也發新聞稿來做說明 那這個案子因為我們並沒有詳諺卷宗 你不用講我只問你 居票以法律程序來講 居票是不是應該明示傳喚身份 不管哪一個案子 居票 法律問題 不管哪個案子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居票有都有固定的格式 那你覺得是不是應該要 一般名字他的連擊都會寫上去 不是連擊傳喚身份 你是用被告被傳啊 證人被傳啊什麼被傳啊 各種是不是應該要 你認為應該要嗎 因為他們現在的爭論在這裡 因為這個案子個案我們並不是 我不服評論這個案子 一般的 以前在辦案件的時候 當然我們是身份我們都會說明 證人被告大概都會說明 所以如果未載明的話 用什麼身份的話 這樣是合法的傳喚嗎 有符合民視這個法定事項嗎 你認為啦 整體上怎麼樣 是不是有個確定怎麼樣 我們不是很清楚 因為我們常常知道 常常有這個就是說 比如說傳喚是用關係人傳喚 到庭以後就突然 比如說從證人後轉成被告嘛 這個 所以在這個部分 對人權保障的部分來講 您覺得這部分 有沒有需要精進的地方 因為我看您剛剛整個報告裡頭 都針對效率啊 人權啊這幾點 還有統一適用法令的這個標準嘛 是您要努力的目標 所以在這個部分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當然委員 不是針對這樣 是針對整體來講 委員這個 這方面的提示 的確喔 我們 對被告權益的保障 其中明確性這個是很重要 對人民人權的保障 因為有時候他不是用被告傳喚嘛 是 所以在這個部分上 是不是應該更精進 您的看法呢 是應該把它寫 應該弄清楚啦 但是他當時是整個情況怎麼樣 我們不是很清楚 但是最起碼 到底身份是證人被告 這當然應該把它寫清楚 要明示啦 好 那在這個 還有一件事情 在法院的裁定書裡頭 這個寫 寫著 這個 這個裁定是不得抗告 但是台中地檢處發言人 謝長夏主任 對媒體表示要提出抗告 然後 剛剛說要抗告不到兩天 就對張律師提起公訴 那我想請問 一般的案子裡頭 如果深壓的目的是 因為證據不足 避免創供嘛 所以要深壓 那結果 馬上起訴就表示你是 證據充分才是起訴嘛 檢察官 證據充分才會起訴嘛 那為什麼兩天前還要抗告 這樣是不是感覺上 有矛盾 所以你認為 這種檢察官做好 不是認對這個案子喔 如果有一個檢察官兩天前說 要深壓一個人 然後兩天後就把他起訴 那是到底是那時候是 證據充分為了保全證據 要去深壓還是說 為了要壓人而壓 好 謝謝委員喔 這個委員這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大概說明一下 我剛剛說 為什麼說這個說得非常好 問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這個偵查 是個浮動的狀態 我們碰到這是不可預測性的 我要說明一下 因為辦這個案子 下部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 所以辦案子喔 檢察官基本上要 他這個裁量的部分喔 是有很多不同的這個變化 那隨時要一定不同的情勢 來做這個不同的 這個決定 所以深壓的時候 可能是用證據不足 但兩天後馬上就起訴 馬上證據充分 所以這種要求深壓的 是不是感覺就非常的突兀啊 我這樣說 您要求在說什麼嗎 這問題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偵查要多久才適合起訴 大概就要看起訴的門檻 證據是否齊全 所以我剛剛講話 所以有可能兩天內 就證據就突然很充分嘛 如果檢察官辦案效率這麼高的話 那當初是深壓的理由 所以應該是馬上就消失嘛 這個 我是看報紙的 他裡面大概還有一些被害人 出來提告或怎麼樣 兩天內 真的有增加一些 那兩天內他完成起訴書 完成起訴書 請問一般的案子 如果兩天內完成起訴書 這種標準 你覺得這個起訴書品質是很不錯 還是說效率 因為你剛剛也提到效率嘛 人權效率 那這樣的效率 是不是全國的檢察官都應該學習 就是說 到案以後 兩天內就要完成起訴 這樣的效率 是不是值得全國的檢察官來學習 我剛有提到 是不是這種效率要學習 你要回答快一點我的時間 主席這樣我要多一點 因為他一直猶豫 我很多時間 委員這個問題 我是說 一般地檢署如果像案子 兩天內起訴 是這種效率是很快的 那是不是應該都要這樣學習 您覺得嗎 我要說明一下 但是案件快不是主要的 最重要是要周延 要周延 還有程序要完備 那這個案子 效率非常好 我是建議說 這還在法院的身體中 我不針對這個案子講 我只是在問你說 其他全國各地 是不是應該學習 那接著 你剛剛有提到有溫度的施法 那具體到以後 把人家晾在居留室五個小時 是要感受到居留室的溫度 有多少溫度 有溫度的施法 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並不是很清楚 但是 其實當事人都來到居留室 或者我們要盡快的把 因為這個引起社會很多爭論 所以 就是來請問您這個相關的法律問題 剛才陳明珍委員 問邢泰昭 傳票上面 是不是應該要在明被傳喚者的身份 他可以拖了半天 拖了三分鐘才跟他跟講說 這還是應該要在明 那你就早說就好 這個這麼簡單 是不是你的你的主子 蔡同學到底論文是真是假 他不過就是一個行事送法的一個 一個程序上的正義 這麼簡單的東西 他都要規避 陳明珍委員提到第二件事情 他說 他說 申請羈押 他說 當時要去拘提的時候 要羈押的時候 不是說因為 怕這個串供嗎 因為 為什麼怕串供 因為 因為證據還在蒐集當中 怕你串供了破壞了這個污染的證據 讓這些證人也好證物也好的證據力消失 所以我要羈押 羈押你以後呢 我方便能夠來好好的來偵查這個案子 欸 可是 怎麼搞的那個 羈押後沒有幾天 三天 就起訴了 意思是說 你三天之內你就發現證據實在非常的充足 於是就可以火速的把人家給 這個起訴 所以這個 台東地檢署辦這個案子的過程 真的是荒腔走板 另外 還有一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但是 張靜律師 被帶進看守所以後 就把他放在那邊五個小時 就把他放在那邊五個小時 到了10點50分 檢察官呢 才過來訓問 所以這件事情 擺明的是一個整人遊戲 那詢問這個邢泰昭檢察總長 他也是支支吾吾 然後說 因為這個證據 那個證據 他的意思是說 檢察官 為了調查證據 他有權激壓你就激壓你 他有權起訴你就起訴你 他認為你有逃亡之餘 他就可以激壓你 他認為你有串供之餘 他就可以激壓你 他認為證據蒐集齊全了 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他認為證據沒有齊全的時候 他就要把你給關起來 避免你串正 這個就是邢泰昭 在回答立法委員質詢的時候 他的那種 皇權的心態 所以 各位 我會幫大家出一本惡觀的書 這本書呢 第一冊 五百頁 光兩個惡觀就講不完了 黃偉 形態招 他們在論文門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的狼狽為奸的過程 會在惡觀這本書當中呢 清楚的 一一的在明羅列 請到廣告 馬上回來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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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 govern 我會不會 隨便 稍 Anda 龍 政經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汪達瑞到底是誰呢? 這件事情其實基本上不重要 不管是陳時分或者是汪達瑞 其實都是無名小卒 對一般人來講根本不在乎他是誰 雖然他常常在網路上發表一些 似是而非或者是指路為馬的文章 但是這不就是個言論自由嗎? 台灣的這個言論場域 你要講一加一等於三你就去講啊對不對? 如果真的有人相信一加一等於三 那就成為你的追隨者 那就是某一種小眾市場嘛 就像今天挺共和黨的挺川普的挺拜登的 到現在為止大家對於美國總統大選有沒有舞弊 還是各說各話呀 還是有很多支持者 從他的角度去看問題 我覺得沒什麼不好 因為宋朝的學者張仔說 於不移處有移方式敬移 意思就是說呢 一個知識分子或者一個懂得思考的人 他應該在不值得懷疑的地方去產生懷疑 這樣才會進步 好問題來了 就是曾經擔任過外交官的劉士傑 他是時代力量的國際部的主任 他的全名叫做時代力量國際部主任 沒有錯 他現在一撞告上了翁達瑞 因為翁達瑞呢 曾經在臉書上寫了一些東西 那劉士傑認為這是防害名譽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劉士傑去台北地檢署告發 那告發之後 因為還沒有看到劉士傑的文章貼出來 還沒有看到他的手上的法院文件 所以我不確定 翁達瑞是被起訴了呢 還是只是在調查的過程當中 不過劉士傑說這個翁達瑞被起底 他的本名就是我在一年前已經揭露的 我說翁達瑞就是誠實憤 那不管是什麼 這對一般觀眾朋友來講 翁達瑞跟誠實憤對他來講 就是Mr.X Mr.Y的差別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X是個位之數 Y也是個位之數 不過翁達瑞還挺嗆的 就在他的臉書上開嗆了 那他的標題是說 只有翁達瑞知道誰是翁達瑞 他又站出來否認說他就是誠實憤 不過這不用多說 因為他鐵定就是誠實憤 問題是他為什麼要否認 各位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呢 嘿答案來了 一位熟悉翁達瑞的人給了我們一個內幕 大家來聽聽看這有沒有道理 就是說他不是什麼非常有名的人 你說他必須要隱匿他的身份 來發表言論 免得給自己的工作單位或者什麼制造困擾 坦白講 翁達瑞跟陳實憤 這兩個名字對一般人來講 一點差異性都沒有 那既然一點差異性都沒有 他幹嘛隱匿呢 來我們來看看俠新聞的這篇文章 我們順這個脈絡呢 往下想 也許你會想通他為什麼要隱匿 我覺得有一個邏輯在 好 在美國的Kansas University 有一位經濟學博士林維雄先生 他曾經在台灣海望發表一篇文章 叫做陳實憤教授使用假名翁達瑞 效忠蔡英文被接底 那被誰接底呢 就是被這個政經關不了接過底 後來就陸續的再去研究這個神秘的翁達瑞 到底是誰 他這邊文章說 北美教授協會有很多人呢 是充當打手 替蔡英文拿下政權 這個我不否認 那通常我也 我也不太會去用打手這個字眼 因為我覺得各戶其主本來沒什麼錯 只要你不要指路為馬 不要像李宗志這樣子顛倒是非 你只要不要顛倒是非 基本上你愛支持誰就支持誰啊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特別是論文們 不要去當這個打手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去幫犯罪的一方去做偽證 或者去提供什麼畢業證書 去去拿這些東西來企圖誤導視聽 甚至誤導司法 我覺得這就超越了言論自由的範疇 好 那麼他提到說 翁達瑞就是 陳時芬的 假名字 那 他這邊這個 林偉雄的文章也說 他說這個文章呢 就是 以翁達瑞為首 他專門是 來抹黑啊 打擊一些 揭發蔡英文 惡行的教授 比方是我啊 林環牆啊 賀德芬啊 我們都被翁達瑞伺候過 好 好 這些呢 其實這林偉雄教授講 後來我們去查證 他說 這些呢 就是蔡政府的教育部 他用海外的玉衣山學者的高報酬 來獎賞 這一些 在 國外 拿來作為這個政府的打手級的這些 所謂的學者 那 台灣的一些國內的教授有些人就就抗議 看不下去了 他們說 這些所謂的玉衫學者 他們的教授的薪資是台灣 國內教授的五六倍以上 而 這沒什麼稀奇 好 你說五六倍 好啦 人家厲害嘛 對不對 人家1.5個博士學位嘛 所以他回到台灣來講座的時候 這個教授的薪水就是1.5 五倍 六倍 問題在這裡 問題是 拿了五六倍的薪資 玉衫學者的名義 到台灣來講座 卻不公佈 玉衫學者的名單 這才是為人詬病的地方 坦蕩蕩有什麼好不公佈的 這不是跟蔡同學論文一樣嗎 你就是不要讓人家知道 為什麼不要讓人家知道 因為你知道 這個東西一旦被知道公眾了解 攤在陽光下的時候 會遭來極大的物易 為什麼會有物易呢 因為這裡面要不就是 玩法 要不就是王法 要不然就是 它這中間一定有一些牽扯的裙帶關係 跟交換的利益的標的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 汪達瑞呢 在2021年的時候 曾經有過什麼幫肺炎疫情爆發 然後 郭台銘 在48個小時之內火速的送件 要去購買輝瑞疫苗 結果 陳時中發表聲明說 郭台銘這個團隊所送的這一些授權書 不算是送件 我想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郭董呢 非常好心 非常雞婆的要去幫台灣購疫苗 結果送件以後 火速在40小時送件 結果那時候大半鐘說這個不算 反正光怪陸離啦 於今你就回想一下台灣的疫苗政策 現在在叫大家打 當時非常需要打的時候 去收人家那個已經快過期的 人家不要打的AZ 這類的 後來你看果然 我們在台灣打了疫苗的 這個猝死率的比例 跟得了疫苗死亡的比例 猝死的還比死亡的高 就是疫苗不打也罷 打了以後出問題的人更多 好 我們再說 那這個時候呢 翁達瑞就在網路上寫了一些文章去酸郭董 說要給郭董上一堂法律課 諸如此類的事情 翁達瑞幹的事情 還真的是 慶祝難輸啦 好 重點是說沒有關係啊 你要給郭董上一堂課 你要給我上一堂課 你要給林環牆上一堂課 隨便你 你好歹用個真名嗎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是 政論 你是在批評 而且政論 某種程度上 你因為批評之後 可能會給對方壓力 而形成政策 諸如此類 那你更應該要為自己 這種有效力的行為負責任 不是嗎 所以我說 做政論的人 尤其不應該用筆名 你的文章尤其應該要 有人有名有姓 好 另外 他前一陣子又說 劉仕傑從來沒有擔任過任何公職 企圖去詆毀劉仕傑 所以劉仕傑一氣之下就告他了 那告他以後 在2月14號開告 他說 劉仕傑說 我已經正式對翁達瑞 對我的惡意不實言論提出行事告訴 未來也會持續窮盡一切法律程序 尋求司法機關的最終認定 這不僅僅是一個親身經歷 去體會司法機關對於 委員論自由的拿捏 而且也是告訴大家說 不可以用假公共議題之名 對特定人士進行人身攻擊 好 那現在呢 2月14號告了 欸 檢方很快的 就查出了翁達瑞的真實身份 就是陳時奮 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披露的 那至於陳時奮是何許人言呢 他呢 是這樣的 我們也起底過 那林維雄教授也起底過 他呢 在給東北大師範大學的簡歷當中 他用簡體字寫了自己的履歷 他就是陳時奮嘛 汪達瑞 他說 他在成功大學取得工商管理學士之後 曾經在福特台灣公司擔任產品策劃員 在福特的工作經歷 使得我決定去報讀美國密西根中立大學的MBA 自此之後我再回到台灣 繼續在各大學各大公司擔任不同的管理職位 超過六年之久 包括神達電腦中信銀行 1991年我決定回到學校追求更高遠的學術生涯 他在Illinois香檳區得到國際商學的博士學位 他說我的博士論文是探討為何國產的製造商 以零售商的私有品牌銷售它的產品 這是個題目 我不知道 這題目是 這個題目也可以當成論文題目嗎 我覺得有點 有點trivial 有點瑣碎 好沒關係 隔行入隔山 接下來 他說他在2006年 在加入議委商學院的時候 他曾經在美國的Brandys的大學跟Kansas State教過 那麼還包括加州的河濱分校Riverside短暫的客座 這三個學校都是 不要說是野機學校啦 就是不怎麼樣的學校啦 好 他說目前呢 他住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的倫敦市 露仙囉 好這是陳時分說的 這個安大略呢就是Ontario 就是翁達瑞 這個是內行人告訴我的 好另外 陳時分呢 在網路上去Google他的一些資歷 你會看到 他在中國有很多的課程 包括東北師範大學商學院 有一個案例教學的培訓班 上海的財經大學的商學院 中國管理案例共享中心陳時分教授的教學案例 以及他的大學的這些專題培訓班 東北農業大學中國專業學位教學案例 還有一些培訓會 可見翁達瑞呢 這個陳時分 反正陳時分就是翁達瑞啦 他再怎麼樣去躲也沒有用 因為 他就是要面對 可見這個陳時分教授在 中國有蠻多的賺錢機會或者表現的機會 沒什麼不好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權利 到全世界各地去講學 我出的研究方法書 我跟另外三位學者 一位美國的學者陳國民 另外一位新加坡的學者 還有一位香港學者 我們合出的一本研究方法的書 也在上海的復旦大學 用簡體版本販售 這無損於我們的立場 或者我們的想法 或者我們的專業 因為我們坦研究方法這堂課 這本專書就是專書 所以我不會批評陳時分說 你去中國擔任某某大學講座 或者某某大學的教課 賺人民幣或者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我這樣子批評你 那就是我目光短淺 因為學術原本是應該要去政治化 去國籍 不要去看這些問題 問題誕生問題來了 從這邊往下看 你去往下想一想 為什麼你好名好姓叫做陳時分 你非得要用一個翁達瑞被揭穿以後 重點在這裡喔 你被揭穿以後還死不承認 為什麼 因為他想要兩邊獲取紅利 而且還沒有吃乾抹禁 後面還有後續他要繼續的往下吃下去 所以他不能承認 這什麼意思呢 你看他一方面 用這個匿名的身份 因為你看 在台灣的玉山學者講座不能公佈 不公佈姓名 對不對 所以他在台灣 就算你公佈姓名 他用陳時分這個名字 在台灣賺錢 在中國大陸賺錢 在台灣發揮影響力 在中國大陸發揮影響力 原本是美式一裝 但是他為什麼 不敢用陳時分的身份 在台灣發表那些挺蔡英文挺綠營 完全挺到是非不分 完全挺到指路為馬的那樣子的文章 的真實身份 他為什麼不敢揭露 答案很簡單 因為他要繼續在中國獲取他的紅利 所以他不能夠用他的真實本名的身份 去曝露他為綠營做打手的 這種種的事蹟 因為他做打手的事情 在論文門上面是太明顯了 而且他在台灣發表 用翁達瑞這個名詞 發表文章的時候 他企圖要刑訴翁達瑞 這是一個深綠極綠極愛台灣的一個人 所以他的文章他的觀點 絕對都是一個深綠教授的觀點 深綠也沒什麼不好 深藍也沒什麼不好 那就是你的觀點 這就要彼此尊重 但是他不敢用真名 因為他還要繼續去攫取在中國大陸的紅利 這個是我比較瞧不起的地方 因為一個人參與了政治評論 已經介入了是非了 人已入江湖 你就應該要用真名來示人 那如果你覺得你對你自己的言論 沒有辦法拍胸腹保證 那你就不要講 你講了以後 你就要對你自己的言論負責 而不是躲在筆名的後面 大玩台灣跟中國兩邊的紅利競賽 所以我認為像這樣的行為 不可取的地方在這裡 之所以不敢用誠實份 作為發表政論的名字 而要用弄一個Ontario翁達瑞 除了你住在Ontario之外 我實在看不出來任何的正當性 一個人評論這麼多東西 然後到處去詆毀別人樹敵 卻把自己的真名字隱藏 你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那麼今天我們發現 原來你還在欣信你的祖國 你要到中國大陸去狂賺紅利 所以你不方便把這樣子的一個深綠 挺深綠的言論的名字 曝光在陽光底下 這就是你的陰謀 不然有什麼了不起 你叫什麼 你筆名是什麼 大大方方何必被揪出來 被地檢署認證叫做陳時芬之後 還繼續撒謊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還要找你 我會被地檢署認證 你會被地檢罵 你會被地檢罵 我會被地檢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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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同学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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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